哈囉 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我們的隨便聊 隨便打環節啦好不好 老人聊天時間 好啦 繼續來打一下我們的真傳奇關卡啦 最近有看到大家有說就是那個 也不會說很排斥就是聽哲平的這個 老人發言或幹嘛之類的好不好 所以我能講就講喔 繼續來打一下雙黃獸出擊 我覺得第一關可以打贏 這關沒道理打不贏好不好 然後能夠伸點錢包就先伸點錢包 然後這邊的話基本上有一些人啦 就是好像有說就是快要畢業要出社會了這樣子 我覺得基本上我當初出社會的時候 我自己也是蠻緊張的啦 就是你會覺得就是自己是不是 因為我第一份工作我只有做了一個月 然後我一個月之後我就辭職了 因為那個它是那種小公司啦 然後是在做那種就是3D的模型雕刻的那種 然後就是要操作機器的 但是我才剛上班的差不多第三天 我就開始做客人的東西 我會不會直接嚇死好不好 我那個壓力超級大人 因為我這個人就是 比較不喜歡就是那個就是 欸該怎麼說就是 就沒有很放心能夠去做別人的東西啦好不好 雖然那個時候基本上主管那些 基本上他們給我做的那些東西 應該都不會影響到整個那個流程或幹嘛的 但是它就會表現的那個東西很重要 所以讓我壓力超級大人 然後再來就是 它基本上就是那個是責任制的 所以它就會一直加班 然後主管沒說可以回家我根本就不敢回家好不好 所以就會變成就是 晚上沒有辦法就是 回來弄影片 因為那個時候基本上哲平也還沒有就是 開始全職YT啦 已經好幾年前了 還沒有全職YT然後 那時候基本上我就 因為我本來就是大學的時候我就是做這一塊 然後我一直都很想要就是繼續再做這一塊 所以我會想要就是下班有留時間給我 但是那一間上班的時候都要上超晚了 所以就也沒辦法了 所以我後來就沒辦法就辭職了 然後那個辭職的原因很好笑阿 就是我原本就已經在 也沒有在猶豫啦 就是我做決定其實都蠻快的 你知道嗎 就是我原本就覺得就是好像不適合或幹嘛 算了 然後我想說能夠忍就忍 因為其實我這個人還算是蠻能忍的 結果後來就發現 好像該怎麼說就是 有一次阿 就是因為我假日已經跟朋友約好要去那個 要去展覽了 那個展是不能說的展覽 所以我每次在講這個時候就覺得很好笑 就那個展覽的話基本上就是 我已經跟我朋友約好要去的 結果後來那個主管就 差不多在禮拜五的時候跟我說 禮拜六就是明天要加班 然後我直接幹我都沒有準備阿 那怎麼可能 我都已經跟別人約好了 我就說 這可能不行欸 因為我已經跟別人約好 我能不能禮拜日來 然後他就說不行 要以公司為重什麽之類的 然後我當下馬上 我後來想了幾 就是回去工作 然後做了還有半個小時 我就上去辦公室跟他講說 那我可能就不做了 結果你知道最好像是什麽 後來我也沒去那個展覽阿 笑死了 但是就沒辦法 然後那時候我就會想說 因為那時候做的就很壓力就很大 但是以前我基本上 很常在外面打工嘛對不對 這次的這個雙牙王出擊 根本就沒用到什麽 然後直接被我們那個 白凱跟這個貓俠驟爛 笑死了 反正我以前技能上也算是那種 就是我是很不排斥工作的 而且我也做過很多打工 所以我都會去就是那個 我就做得很開心啦 像我有做過那個碰碰車的老闆阿 然後還有幹嘛之類的 就是有去擺攤貨幹嘛之類的 然後就很喜歡跟別人互動 然後賣東西 然後也不會很排斥做什麽工作 然後打砸或是幹嘛的都可以 然後就 就覺得就是時間到就很自由 就到這間公司的時候 我就哇整個就是那個壓力就超大了 然後我就懷疑我是不是 是不是爛草莓 我好爛什麽之類的 結果後來 我就是又輾轉做了幾個工作之後 就是第二個是我跟我爸做啦 我跟我爸學就是那個3D雕刻的東西 然後學一學然後跟我爸做 因為跟家人做工作就是差不多那個樣子 然後結果後來 地上的工作我就去台積電裡面 就是外包廠商啦 就是我有去台積電裡面工作 然後去裡面做那種作業員 然後就超爽的你知道嗎 真的是超爽的 你就每天進去跟別人聊天 然後做手邊的工作 然後做完出來 就差不多中午吃飯了 中午吃完飯然後再進去 幫忙送東西 然後送完之後出來 5點半的下班 然後回來開直播 好爽 那一段時間真的 真的就是 你才發現其實是有一些工作是 就是適合你的喔 所以大家就是不用緊張 就是如果你就是 做到一些工作 然後你覺得就是很辛苦很累 然後你真的很不舒服的話 你真的是可以考慮一下再換 但是 這個是你已經發全力去做了喔 你就不能就是我進去 然後我就很想直想爽什麼之類 但這些是沒辦法了 我先看個廣告喔 好 那這邊看完廣告了 這邊是頂上天煙蔥 那這關的話呢我們看一下喔 我們上次用這套隊伍 不然我們也來玩一下好不好 既然要 雙黃來襲 我們就雙黃到底怎麼樣 那個 兩隻 這個牙王這些 來走一波看一下 帥一下帥一下 然後 再配一隻 漂亮妹妹 這個白屋夠給他們 看一下喔 這邊應該可以 好 這樣子走 雙黃還沒有滿耶 蛤 為什麼 好可憐喔 雙黃居然還沒有滿等 醃上天煙蔥 反正後來的話基本上就是 那個上班啦 就是大家可能真的是可以去挑選一下 如果真的不適合你自己的話 那就真的是不適合 但是你一定要先努力的嘗試過啦 你不能就是在那邊耍白爛 然後說什麼主管都對你不好 什麼之類的 這關感覺不能用牙王他們來扁 這關有這個毒雞 在那邊搞事 噴一下 白屋夠 白屋夠掛了 然後這關這個的話基本上是那個 漂浮敵人 所以感覺 完了 我要跟雙黃說掰掰了嗎 不行 我要努力 挽回牠們的顏面 牠們都還沒出來咧 先來一個黃獸吧 黃獸 開別 不行欸 這毒 這兩天 哇 這兩天這個 黃系列的好像都 不是很爽 完蛋 完蛋完蛋 所以這邊就講啦 就是出社會的時候真的 你可能就是 會緊張 然後會幹嘛 但是我說真的就是 一定有一個地方是適合你自己的 好不好 真的我覺得這個 像是很多人可能在學校 你會說就是被排擠阿或是幹嘛 或是在網路上做影片的時候 發現就是 有一些人不喜歡你的影片或幹嘛之類的 對不對 但沒有關係好不好 這個 你總會找到一片天的 你看其實像 網路上貓戰群阿 也是有很多人在罵哲平阿 或是也有很多人就是 就是覺得就是哲平拍影片 就是忍者必須值也有嘛 一拳超人也有嘛 但是還是有支持哲平的人嘛 對不對 但是就是你要自己去找到自己的一片天阿 好啦 雙黃抱歉了 哇 他們兩個已經覺得很酷 到底在幹嘛 這體驗出來 都讓他們被看笑話了這樣子 就是一定會有一個屬於自己的一片天阿 但是說真的就是 你們要自己去找 然後希望不要放棄好不好 儘管好不好 就是屬於自己的那一片天 只有一個人或兩個人 但是那個領域也會讓你過得很舒服好不好 這個很重要 所以大家 你不要氣餒 就不是你不好好不好 不是你不好 是你還沒有找到屬於你的那一群 其實後來的話 我最近一直在思考一個東西就是 不是人家都會說什麼就是 壞人都會招天譴或幹嘛的嘛對不對 但是其實我後來發現 我朋友最近跟我講了一句話 我覺得還滿重的 還滿對的 他說有一些人 就是你在你的世界是好人 比如說像哲平在你們的世界是好人 但是我在別人的世界 我有可能就是那個壞人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 壞人報應論應該是 不成立的 因為每一個人的這個世界 所遭遇的這個壞人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不可能 像比如說我是好人嘛 我自己覺得我是好人 然後我在別人的世界我是壞人 那我就要招報應嗎 我都沒做錯什麼事情對不對 那這個事情的對與錯呢 全部都是我們自己去那個 該怎麼說 我們自己去灌輸的啦 就是規則跟觀念 都是我們去定的 所以其實這個世界其實是沒有什麼對錯的 那個對與錯都只是方便就是管理 還有就是讓大家有一個準則 就是讓大家不要就是脫離這個準則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真的是沒有辦法就是那個什麼 因為有時候都會覺得就是那些人好壞啊 他們會遭報應 他們一定會付出代價 但是有沒有想過 搞不好你們在別人的世界裡面 你也是壞人 所以這個 大概是這樣 我最近體悟就是這個 就是我已經 已經不會覺得就是 什麼壞人一定會怎麼樣 我覺得就是 好好過自己吧 然後也不要就是 想太多一些仇恨的東西 那個東西其實 會浪費你滿多時間的 你還不如去做一些更快樂的一些事情 就像貓咪大戰爭一樣 這些燕子跟一些這些毒雞 你覺得他們是壞人嗎 沒有 你有沒有想過其實是貓咪各種去入侵他們 哭啊 我要輸啦 我覺得我每次在打這個毒雞的時候 真的都很需要那一台欸 好不好 我們那一架好不好 那個打漂浮天大高手 紅浩基 我要去把他換出來 他真的才是我的這個 我的王好不好 抱歉了你們這幾隻 我們這個 粉紅浩基才是我們打漂浮敵人的這個王啦 所以我覺得大家就是 就人生真的是短啦 好不好 一百多年而已 然後扣掉你們 這是小時候還不懂事的時候 大概 我覺得你們大概要到高中或大學 才會比較懂事一點點吧 所以前面這段期間你扣掉之後 你大概只有 差不多 八七八十年 是可以就是活得比較自己的 而且搞不好你之後就是 你可能人生都沒頓悟嘛對不對 你搞不好人生都沒頓悟 然後都沒醒悟 然後搞不好就是 到很老很老 然後當你有就是 到了就是差不多 每天都混混二二過生活 然後當你醒悟的時候 你搞不好就已經是 七八十歲或是五六十歲了 所以 我是覺得就是 人生都這麼短了 盡量去 尋求自己快樂的這種 就是泉源啦 好不好 就是這樣